健保署研议将CT电脑断层扫描和MRI 磁症噪音等高额医疗检查 纳入部分负担 主要可减轻健保系统的财务压力 也可以控制非必要性的检查 据了解在癌症等重大伤病的检查诊断中 仍享有全额健保给付 但对于其他常规的检查 可能会依照健保的精神 收取部分负担费用 因为我们在医疗临床业 我常常看到民众自己会要求做CT或MRI检查 现在各级政府很努力的去开研 开了一些的增加健保的预算 但是同时节流的部分一直只做到一些 但是我们觉得CT、MRI这是一个未来 可以节省一些医疗费用 所以我们认为CT、MRI应该也要开始 不能负担了 可以逐步来实施可能一次200、300 慢慢渐进的 因为这样子也可以增加民众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意识 我相信不管是核磁共争或电脑断层 甚至其他昂贵的这样子的检查 理论上其实应该还是要得使用者付费的概念的 因为这些检查验的话 基本上它确实如果真的有必要 我们民众负担一定的比例的部分负担的话 其实在健保法上面是与法有据 其实去年健保署就已经有在讨论这个议题 希望对检查检验能够依法来收部分负担 那这当然方向是对的 可是为什么没有执行 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在检查检验的时候 开单的当下不见得马上操作 所以它的部分负担很可能在没有执行下要做退费 那这技术上有很大的困难 那再者今年再提这个议案的时候 我们听到可能是先从CT跟MR开始做起 我倒觉得很值得再商榷 因为CTMR有一大部分 很可能是一个紧急医疗所需要急救要做的 或是紧急的判断 那么老实说对民众来讲是没有选择权的 像很多的固定的慢性病的这些抽血的检验 通常都是在下一次要回诊之前才抽血检验 而不是在当次这个看完病之后 像拿药一样就马上去抽这个检验 所以这个跟这个药品有一些不一样 部分负担的时候除了要使用者付费之外 其实我们当然也在于要不要让医疗资源浪费 不要有过度使用 可是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民众真的很无辜 他没有判断的能力 其实我们要感谢健保署六大分组的业务组 他们非常认真这几年来都针对CTMR的这个 开立处方的合理性 都有做专项的病例审查 那尤其现在我们有云端查询 所以应该是鼓励我们云端的这个上传 以及跨运区的CTMR影像报告的使用 以这个来最优先的推动 目前CT电脑断层扫描 MRI辞证造影还处于检讨阶段 具体的实施细节 病患自负比例或是定额收费上限 及实施期程等仍需进一步研议 健保署将根据政策评估结果 及各界的反馈调整方案 确保健保财务稳定 同时不会对弱势群体造成影响 我相信一旦要出钱的时候 大家都想如果习惯了 这都免费的检查验 当然一旦要开始付钱 都会一定有不同的声音 可是我还是提到健保资源是很有限的 这个是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个有限的资源 CT跟MRI是属于健保全额给付的检查项目 所以这个医院不能够另行收取这个费用 所以这个是规定上很清楚 这一点倒是民众不用过分的担心 这个健保在设计部分负担的时候 其实就是希望也透过部分负担的收取 让民众那么珍惜这个医疗资源 健保署目前对CT电脑断层MRI磁症造影 部分负担政策 抱持谨慎态度 期望在兼顾民众负担 与医疗资源合理使用之间 找到平衡点 促使台湾健保体系 未来长期持续发展 TVBS新闻 王华林 肖英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